发现有9名买家面交取得快筛 并以私讯看诊的方式 由一致认定确诊后 向不同保险公司请领防疫险理赔 其中有人投保两家以上保险 在桃园市役所高中 17岁的灵性少年去年10月 购买了20组快筛试剂 让确诊的邓性男同学使用后 将这些呈阳性结果的快筛在网路上出售 每组1000元 共卖出13组 赚取13000元 这笔交易导致9名买家 诈领防疫保险金共88万余元 其中3名买家甚至是保险业裕员 刑事警察局将2名少年含重少年法庭 并依涉嫌违反刑法诈欺 伪造文书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出困证性特别条例最前 以警台北地方检察署 侦办9名买家 据了解 去年灵性少年与邓性男同学合作 在网路卖场贩售养性快筛 卖出13个 赚取13000元 两栏五五分账 然而 金管会保险局接获民众检局后 北检指挥刑事局蒸汽大队第一队调查 并约谈两名少年 发现有9名买家面交取得快筛 并以视讯看诊的方式 由疑似认定确诊后 向不同保险公司请领防疫嫌理赔 其中有人投保两家以上保险公司 因此拿到15万元理赔金 面对警方调查 二名少年表示贩卖快筛 只是为了方便买家请假 并不知道会被拿去占领保险金 而9名买家则坦诚有诈保行为 警方表示 其中三名保险业预员深知保险理赔程序和规定 却违反防疫规定会出面交 并利用不时的阳性快筛 四季申请防疫嫌理赔金 严重危害社会资安和金融市场稳定 新冠病毒爆发时 国内常务保险公司扮演着社会安全网的角色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推出防疫保单 采定额费用补偿 并简化合保程序 无理赔等待期 然而 原本利益良善的商业保险 却因理赔申请容易且补偿而度高 引发国人贪小便宜及犯罪风险 警方呼吁 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即将步入尾声 国人生活将回归常态的情况下 刑事局将持续清查 此非本人确诊之阳性快筛 进而诈领防疫保险金资人 以维护社会治安 并确保金融市场之稳定 民众却无因意识贪小便宜而误触法律 应该遵守防疫规定 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健康安全 此次诈保事件揭示了防疫保险 在防犯诈保方面的漏洞 及去相关部门检讨并完善规定 尽管会保险局应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督 确保其遵守法规 并对涉嫌违法的保险业务员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 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 诈保行为的严重性 避免因贪图小利而犯下违法行为 总之 此次事件对社会资安和金融市场稳定 造成了严重影响 警方将继续加大对诈保行为的打击力度 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类似行为 保险业界严以此为鉴 加强对业务员的管理与培训 让防疫保险真正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 许多网友对此次发表留言 不愧是诈骗岛 这种事情脑筋动很快 英雄出少年 真有生意头脑 用虾皮脸 笑死 准跳几个境外网站卖 就抓不到了 但也有网友持相反意见 认为这难有什么聪明 想不想犯案而已 当初这方式早就传开了 真要查快赛诈保应该一堆 这样看下来真的没什么 诈骗鬼倒不意外啊 卖的人没办法吧 谁知道你要诈保 其他网友也跟着嘲讽台湾疫情策略 用视讯确诊就是有这个漏洞 自己让人有漏洞转 还想扼杀诈骗骗风气 损损把不要想了 未成年犯法根本没事 买的人也是很有事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V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